1992年4月 李富星就在侯友宜他的怀里殉职了 对侯友宜来说 这是非常沉痛的打击 没想到一个多月之后 一场火烧车的意外 又夺走了他宝贝儿子的生命 侯友宜说 在那一刻他才真正的懂得 受害家属的痛 什么叫做 白法人送非法人的追星之后 1992年5月15号 一辆满载幼稚园小朋友的游览车 从台北出发要前往新竹户外教学 车辆行经桃园平正式的中心路时 突然出了状况 因为他是从驾驶的座位后面 这个地方烧起来 前门这个地方 就几个人第一时间就跑掉了 那个司机也跑掉了 那问题是那司机跑掉之后 他还拿着车子的那个灭火器 要去灭火 可是哪知道那个灭火器一拿来 一拉就断了 因为那整个都过期了 都生生的嘛 起火点又是在驾驶座的后方 挡住了逃生的出口 车子里还有很多孩子没有逃出来 那个时候车子全部都是一栏骨 一栏骨包括地毯 沙发什么座椅 也有一个老师跟那个司机 就想要开那个安全门 可是那个安全门竟然从里面 汗死了 以前 以前因为要增加座位 竟然打不开 那个缩细啊 那个也是没有车气 这没有安检嘛 在外头围观的民众 越看越心急 就偏偏在外面敲啊 里面也在拍 外面也在拍 问题是那个玻璃就打不过啊 因为那内闭空间 一场火烧车意外 夺走了23条人命 现场的情形 连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刑警 看了都疑心不忍 更何况是这些孩子们的爸妈 当时候幼稚园的老师林静娟 在第一时间救了几个孩子 但眼见火越烧越大 车上还有好多孩子没下车 他顾不得自己的安危 再次上车 却被烈焰吞噬 他在头前啊 有个人就叫他 他又爬得起来 爬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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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她是在后面 拉了好几位那个学生出来 后来有女生 她就跟我女儿进去 她就叫干妈干妈一直追进去 离门口最近的 就是那个林静娟老师啊 然后她就抱着几个小孩 好像四个 就这样烧成一坨 怀里抱着的四个孩子 其中之一就是侯友余的儿子侯乃维 就学校打电话给你 学校打电话给我说 五部游染车有一部火烧车 希望我能够帮忙 我说那你打119没有 然后打 我打了可以啊 他还是希望我到现场去 他的语气 他的语气是很惊恐 因为他不知道哪一部游染车 烧起来又有五部去 所以他是在事发的第一时间 就拨电话给你 因为他们知道你的身份 我是警察的身份 OK 所以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所以你那时候心中 你以为的状况会是什么 我想说我能够帮什么忙 去帮忙一下 我也不知道火烧车 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啊 完全都不知道嘛 怎么会想到说有那么多人走了 而且小孩是五辆游染车的 其中的一样 刚好是我小孩的游染车 半路的时候接到 怎么样 他说什么 那个小班导师打电话给我说 你儿子没有下次 蛤 儿子没有下次 是什么事啊 我招车那一辆 你儿子没有下次 你提起来 他不是走路 我说你老师 你刚好不在意找好看 找好看 但我真的有下次没下次 老师一直哭一直哭 他也没有 有一个明确答案 但是我知道 我的儿子知道 那一三个我就知道 我儿子知道 所以我到了 我烧车的现场 看到整个火都起来 被干嘛一戏 温度很高 我想冲上去看 但是 在车门一看 里面 一堆都是尸体 你根本分不出谁是谁 你根本不用看 所以我就急着急 然后赶紧找老师 那小班的同学 还有一个人在 还有没有我儿子在那里 小班老师是没有 他没有想 他抱着我痛哭 我觉得 去课的任何人都不对了 他已经近代话 注意最大折了 我没有 怪别人 我没有关系 所以那时候 他没有讲话 是让我最 不知道怎么对我太太交代 怎么去通知这个电话 还是我最痛的 你怎么可以告诉你太太 我的问题 我不能打电话 所以我拜托我办公室一个同人 去接我太太 我告诉他任何事情 后来把他接到 接到的时候 他一直问什么事什么事 我就把他带到一个拍手 借一个主管办公室 把那个事情告诉他 他带忙 离婚过去 这就是人生嘛 那后来去看事例的时候 我半命案 看那么多尸体 对我来讲 我希望把被害者的问题能够解决 让所有被害者能够得到安心 看他自己有儿子 不是只有自己有儿子 那叫做 以前不懂的 什么叫做白法人送黑法人 什么叫做 容长寸断 什么叫做追心之痛 尤其烧着那个纸 烧那个纸杯 就是那个 零纸的过程 每次烧零纸 啊 看那个灰 要一直会 仰起来 那小辣以前我们念的那一段书 我们讲的文章 也没写的 紫灰灰扬 又离离回头望里面 走不开啊 那这就没有办法是 你为什么觉得 两位发生这件事情要怪你 如果我今天 不要那么忙 我只要九点钟送给小班人导师 他会认识林老师啊 小班每一个人都走下来 小班每一个人都走下来 只有他没下来 他回头过去找林静坚老师 因为他跟林静坚老师都是 他觉得林静坚老师会给他安定感 这没有错啊 他连续又小 又坐在小班的最后一排 所以他做的这个选择 也是他跟林静坚之间的 缘分 所以林静坚走的时候 抱着我们家小朋友走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老天所做的决定 那也是我人生的福报 所以后来您是不是跟林妈妈说 让这个乃维就当林老师的 让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 可以彼此的照顾 所以我现在那个 他的骨灰就跟你老师摆在一块 摆在隔壁 隔壁 让他一块 我觉得他应该很幸福 我现在后来讲 儿子走来应该对他来讲 蛮幸福的 他一个天上的干妈照顾他 陪着他一起走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 如果这个事没有办法避免 那就用这样方式看待这件事吧 这段时间肯定是非常难熬的 因为您提到 在一九九二年四月的时候 您的这个同事李复兴殉举 五月的时候 乃维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您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遭受到这样的疮痛 那段时间您怎么走过来的 是这样子 一个人面对很大的生命的 淬炼的挫折过程当中 我一直解决我自己 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只有一个态度 怎么样去找回我的希望 让我重新站起来 让我重新站起来 我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些打击 我会存在下去 就算我再追击要换 一次抓不到你 两次不抓不到你 我一定要抓到 所以 回来我就跟我太太讲 伤痛一定会过去 我们忍受伤痛 如果创造新的生命力量出来 才能够走过我们的低潮 其实我跟我太太是 一直鼓励一直美丽 我们大家并肩坐在一起走 一起走 所以 主人儿子 我们只要再努力 希望把他生回来 这是我们的机会 在那一段最爱意象的期间 有没有试着寻求宗教信仰上面的安慰 我有看到一段故事是说 在云林民雄那边有个像是说 乃维会化作弟妹回到你们的身边 有这样一段经过吗 这可是事实 因为人在一个最低潮的时候 都会去问一些不可而知的一些方向 尤其我爸爸妈妈很关心啊 你都很关心啊 来 我们要问一下 是怎么人生会走到这 会做到一百千安呢 去问这些事情 是一个让心里得到一个方向的安慰感 我也觉得谢谢柳向寺 也给我很多的宝贵意见 去买我们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得到一个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个答案 我们就更选择 所以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他刚才说这个小孩 我拿了一个 我小孩的生辰包子给他一看 他就讲一句话 不好意思 这个小孩没在了 他不知道 就这样子 他说他跟你没严分 这个人不在 这个人不在 那有些东西 我的人生是 很多东西是水饮 那很多东西要相信 努力 努力很重要 那到底老天怎么做怎么决定 我们都要尊重 所以老天也给你们一个新的希望 对不对 那可是这么巧 预产期是不是就是在乃维的忌日的同一天 那个时候你知道预产期日子的时候 你心头有一阵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 做他自己干净的 所以后来我非常谢谢老天 给我很多的福报 我就生了两个小孩 虽然不是儿子 但我非常非常满意 我两个女孩 回到我身边来 乃家的预产期 居然是乃维 这个预难日的一年后 每一年我在帮我的小女儿 吹生日蜡烛的同时 也是我心爱的儿子的忌日 所以他自己就决定 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就商量了 我们不能够让这个孩子 背负着他哥哥的阴影 就跟医生商量 提前破腹 所以其实人生对我来讲 是有缺口 但是这个缺口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把我民国回来的时候 是更加的圆满 我很谢谢老天给我的赏识 我很喜悟 很感人 侯友宇在那一年 就民国八十二年内 你看他在这个 陈新发强盗集团破坑之后 他虽然生了警政 破壳生了警政 可是你知道 他的唯一一个毒子 也在那一年 就是在三个月后就上升 那其实这个案子 对他来讲说 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开始内敛 就是性格比较没有那么外放 连续两件重大的打击 是短短在三个月之内 接连发生 所以你第一个伤痛都还没有抚平 还在那个过程之后 你又要接连碰到第二个伤痛的话 说实在话 对一般人是很难承受 那侯友宇是这样挺过来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计划 和我一块翻阅 记者秘密档案